新款缆胜运动版家族官图可配激光大灯 日前陆虎官方发布了新款缆胜运动版车型的官方图片 新车相比于现款在外观上进行了较大升级 同时新车还推出了插电式混动版车型 外观来看新车前脸部分变化较大 前博前杠的线条经过全新设计 下部进气口格山开口尺寸更大 两侧雾灯罩的位置也加大了 并融入了前雷达 视觉效果攻击性试图 此外新车前大灯也经过全新设计 LED日间行车灯造型更加扁平化 值得一提的是 新车将拥有四种不同的前大灯组配置可选 入门级别是24颗LED光源组成全LED大灯 高级别52颗LED光源的矩阵式大灯 更高级别称之为 由142颗独立LED光源组成 可实现多种不同照射方式 侧面来看新车将继续保持 与线款相同的设计线条 前叶子板上的装饰口造型 经过重新设计 相比于线款更加精致 新车维部造型变化不大 为灯组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 全新的造型也为维部增加了质感